我自己覺得它是剪短髮之神 嗨大家好,Lu-chanです 現在我要去剪頭髮 因為我的頭髮現在其實長得非常非常的長 而且我的瀏海已經長到眼睛的一半了 平常的話我其實都是這樣子 平常的話我的頭髮都是已經長得這麼長又這麼多 因為這樣子的頭髮根本就沒辦法出門 所以我平常都會帶一個帽子出去 那我現在已經把我的頭髮全部都往後收,收起來了 那現在就去剪頭髮吧,走 我剪頭髮的美容師位在六本目 是一家叫做NIF的美容室 雖然我上面已經有貼了,但是我會在說明書再打一次 一進店裡會有一個客人專屬的置物櫃 可以把東西放在裡面防止被偷竊 那我每次都會放這個B,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習慣它也剛好都空著 把自己的東西放進去之後呢 把鑰匙抽出來 放在自己身邊到結束整個禮法過程再歸還就好 櫃子的旁邊是有可愛小沙發的等候區 然後還有專門放客人外套的小衣架 每個衣架上面都會有鑰匙的編號 這樣子店員在還外套的時候就不怕會歸還錯誤喔 顏色基調都是我很喜歡的咖啡色,所以讓我感到很舒適 旁邊這一位就是我撿過一次就離開不了他的設計師 那日本的美髮店幾乎都會在客人進來的時候看客人給人的印象怎麼樣 例如說他的年齡是多少 還有大概穿怎麼樣風格的衣服來判斷要拿怎麼樣的雜誌給他看 這一點我覺得很貼心 而且還會默默期待他會拿多少年齡層的雜誌給你喔 除了雜誌之外他們還有給我一個毛毯蓋腳 因為怕會著涼,那還給了我一個抱枕 抱枕的原因是看雜誌的時候雜誌放在抱枕上的高度是最剛好的 今天他幫我做的剪髮、護髮還有最後的造型 日本幾乎都是由洗髮到最後都是由設計師親自來做 所以我覺得還蠻有誠意的 那這位設計師他非常會依照臉型來剪頭髮 所以我就請他幫我拍了360度看起來長怎樣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下 我剪完頭髮已經回到家了 其實我剪蠻多的耶 因為我本來頭髮差不多長到這邊吧 就是我這邊的長度 我這邊的長度剪了這麼多 他這次剪的還是讓我覺得很滿意 而且他說之前我在Facebook介紹之後啊 有超過60個人都有說試試看了我的介紹去的 那會讓我覺得很震驚 因為沒想到就是會有20個人 那聽說那些人也都還蠻滿意的 那我會把他的所有的資訊啊 都貼在我下面的資訊欄那邊 那如果說要剪頭髮的人都歡迎去那邊 他順便附註一下我們可以使用Hotopeva Beauty這個網站去做預約 我也把這個網站放在下面 那有興趣的人就可以看一下 然後跟大家說我剛才出去的時候 還買了一個超級想要的東西 就是這個 它是GU的睡衣 才2490日元而已 其實我一直都還蠻想要睡衣的 可是就覺得之前住那裡不是自己的家 然後我就好像隨便穿穿就好了 就是穿媽媽從台灣的菜市場買給我的 然後那件衣服現在已經 那件衣服現在已經洗滿毛球不能穿了 我就終於買一件我很想要的睡衣 因為它這個是藍色的啊 而且它的它其實質是有點絲 它其實質是有點絲 其實質是比較偏絲質的 是很柔軟不是說像布 因為我自己不太喜歡布的 那我就換給大家看 我穿好了 看它這個睡衣是很可愛 而且它是絲質的 可以看它很亮 我覺得這個穿起來真的超舒服的 值得買 可是因為它這個很薄啊 所以晚上可能會冷 然後我有看它還有賣另外一種是毛的材質 可是因為我自己比較喜歡吃的 我就沒有買毛的 都可以繼續挖一下 有很多東西 那今天就先到這裡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還是有想要看我拍什麼樣類型的影片的話呢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就這樣子 掰掰